青台席台赶往防災硬店中心 苏贞昌想展现隔魁霸气 但强势作风压的人喘不过气 得罪他的人更要小心 黑色签字柄往前一抛丢置在桌上 离开前还冷冷看了工作人员一眼 就是这段苏贞昌六号南下屏东 参加详情告别式 在礼部上签名甩笔画面 七号晚间在网路疯传 八号联署社团爆料 高雄市调处前副处长严正义 转传赖群组 不到48小时遭拔官 调往台南市调查处 警方也火速侦办物质影片的 新北市沾姓工程师 十六号调查局经过考机会决议 布置佳记严正义一大过 三年考机将不得列入假等 公务员更应该守法 尤其责任在身的单位 公务员更要严谨 那至于怎么样子处理 都尊重各该机关的督帅跟讲诚 攻击场合动作一清二楚就是在甩笔 严正义事后结束只是想提醒 不要转传 偏偏院长听不进去 摆出高姿态 严以律人 更频频点头认同陈处 有这么高的效率处理起来这么明快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得罪了苏贞昌 伤了一个苏贞昌的心 48小时就抓到人 大炮打小鸟 山居高位却致在打击非我族类 容不下任何批判之一 国家机器大动员 只因为苏院长的玻璃心 记者黄天阿温文轩 SNG小组台北报道